洋女密葬沙婆島 曾掛布球員恐活活餓死 花林秀林鄉沙婆島西上游彩虹瀑布 前天發現兩具女尸 警方初步掌握其中一人身份 为40岁黄姓女子 另一人疑似37岁的黄家五妹 死者家屬昨天到殯仪馆 由于此事已风干难以辨识 仍待DNA比对确认 三个月以上 但是如果身体的外表特征 没有办法判断死亡 我身份死因我们都清查当中 警警从两人遗留物品初步研判 姐妹俩共由沙坡島 意外受伤后孤立无援 两人还曾用竹竿挂蓝色女泳裤向外求援 等纯粮用尽 两人恐活活饿死 警方指出 死者遗留的皮包 内有父亲留下两包各一千元的首尾钱 戒指 印章 旅行支票和项链等 江楚表示 两姐妹感情很好 这两年结伴环游世界 不料尽携手出游命上一处 动新闻花莲报道 苹果爆料拿奖第三宗冠军出炉 近一百万人次争赌 直击罗南满身险 女狂喊救命 恭喜万小姐读得奖金二十万元 编辑部特别奖 完命活光四季看手机三分钟六十次 恭喜读者台中立小姐读得 编辑部特别奖 奖金十万元 爆料的大奖活动即将截止 月冠军大奖两百万等着你 我者杓总记 第1 2 2 3